日本北海道六日凌晨 经传规模6.7强震 地震的土石流淹没民宅与农田 街道也残破不堪 一名女子目睹父母被活埋却无法营救 心急如焚向救援人员哀求救救她的父母 当她发现父母卧房被土石掩埋 只剩妈妈的脸和脚露出来 尽管她与哥哥试图抢救 却徒劳无功 除了抢救灾民外 民生产业也受到波及 当局已开设400处避难所 收容4100多名灾民 房子一团乱 街上也一团乱 民众涌入商店扫货 泡面 零食 饮用水被抢购一空 抢震造成295万户大停电 北海道韩馆的百万夜景瞬间暗淡 停电造成市区交通号制停摆 民众冒险开车 另传出249家医院停电 必须使用发电机应急 还有47家医院无水可用 当地医生说 电来之前什么也不能做 只能开药单 除了医疗出现问题 当地洛农也因为停电 无法使用机器挤奶 损失惨重 连锁餐厅如吉野家麦当劳 暂停营业 当地食品工厂全面停工 超商先食恐怕断吹 现正考虑从本岛运送便当 方便灾民联络 北海道的公共电话 皆可免费使用 国际中心综合外天报道